一個當老闆 一個當秘書 另外一個呢 當財務 结果秘書跟財務呢 還是為了一個老闆 兩個人爭鋒而吃醋的 人就是這樣啊 所以業力是很可怕的 好 接下來再看 三十頁 丙三 第三 佛輪分二 請看 既然我們講 這學佛要常遂佛學 這三種輪很重要 修定輪 習宋夜輪 還有迎福夜輪 請你背起來 請看幻燈片 這是南傳佛教 我剛才講佛的腳印 我們常常講常遂佛學 既然叫常遂佛學也是 普賢十大院裡很重要的一院 我們應該真正按照佛所講的道理 真正的想人生難得 我已得 佛法難聞 我已聞 此身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身度此身呢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再看幾張地藏王的照相 九華山地藏菩薩的肉身寶殿 這是非常的莊嚴 大概在六七十年前 我聽過孟昌老和尚親自對我說 中國大陸那時候在文革之前 因為姻緣成熟 那韓國的地藏菩薩的化身 肉身真正從地窖裡面抬出來 那時候呢 孟昌老和尚他很年輕 他看到地藏菩薩的肉身 他就放生大哭了 然後他就發願要出家修行 那當然聽說九華山是每隔六十年 地藏肉身寶殿呢 就會開放一次有大的法會 那很不幸的經過六十年以後 因為中國國家的政府政策 宗教局考慮到社會的安寧 就呢 沒有同意 所以現在地藏菩薩的肉身 聽說還是在這個肉身寶殿的地底下 地窖裡面 變成世界文化遺產被鎖起來了 那現在你看到的呢 是中國大陸雕的那個木雕的地藏菩薩 非常的莊嚴 好 接下來你看 這個就是經地藏 好 大家都知道經地藏的故事 對不對 他來到中國 讓皇帝呢 化原說我要一塊袈裟的地 他說沒問題 袈裟都這麼小 他說你要多少就多少 沒想到呢 經地藏就是經橋絕 這袈裟一蓋啊 整座的九華山都被他蓋了 所以就變成中國地藏菩薩的視線的道場 我問一下 在座去過九華山的請舉手 請舉高一點 我看 很有福報 好 我也還沒有去過 我因為這次在寬敬念佛堂 我也有想 將來我有福報了 我也想去朝九華山 因為地藏菩薩度我出家 然後我也是很感恩觀音跟地藏菩薩的 好 接下來再看 秉三 第三佛輪 分二 丁一 福德教化 亡輪成就 現在講第三個輪 請看 物一 善運眾生的巧意 就是說 請看經文 三十頁 第九行 善男子 釋迦牟尼佛 對地藏菩薩跟與惠大眾說 善男子 譬如 岔地利 灌頂大王 他會成就各種善巧方便的智慧 觀察一切眾生的根氣 不管沙門 婆羅門 岔地利 法社 還有 物達羅 好 簡單的說 沙門是指出家人修行 在印度的時候 凡是剃頭的光頭都叫沙門 後來佛沿用這種制度 所以出家人都要剃頭 婆羅門 大家知道是印度婆羅門教 佛在講經的時候呢 這廣大的社會裡面 很多婆羅門也成為佛教徒 差地利 在印度有四種性 婆羅門 差地利 還有肺舍 還有手陀羅 這後面的法舍就是肺舍的意思 物達羅 就是手陀羅的意思 這四種人呢 在印度的裡面 婆羅門是最高 可以做祭司 釋迦摩摩尼佛就是從婆羅門出生的 他是很尊貴的 婆羅門的人可以做祭司 而且做修持的人 智慧也非常的高 差地利呢 一般做文武百官 費舍呢 大部分呢 有些做商人 或做其他的務農 物達羅 其實就是守陀羅 這是奴隸 奴隸 就是印度呢 永遠出生 就是奴隸 幫人家洗衣服 佛地板 掃地的 那佛陀最偉大的地方說 這四種性的人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佛 原來在印度教裡面認為啊 婆羅門就是永遠婆羅門 差地利就永遠差地利 對不對 差地利不可以做婆羅門 可是佛陀跟他說不對 你今天會做婆羅門 是你過去是修來的 那今生假如你再不繼續修持 你損你的功德 傷害眾生 你來生會變成奴隸的 後來他就非常生氣 那佛陀就用神通獻給他看 你看你的未來是 就成為奴隸 他就嚇一跳 所以換句話說 在印度的文化裡面 這四種制度啊 就四個階級啊 是不可以變化的 所以偉大的印度甘地啊 就是呢 四種性制度 也是平等的 對不對 婆羅門可以跟奴隸 再上同一個學校 他們是非常生氣的 為什麼 因為甘地 乃至於我們尊貴的佛陀 都告訴眾生說 一切的眾生都是平等的 今天你不管做任何的行業 只要你修行都可以成佛 就算一個奴隸 今天 比如說你在馬來西亞 請個印度尼西亞 或是馬來西亞的用人 女傭 你也要照顧她 她要像家人一樣照顧她 她雖然幫你工作 對不對 你給她錢 可是你也應該慢慢關心她 為什麼 因為她也有佛性 她可能學回教 她可能學印度教 沒有關係 慢慢來 等到你成佛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度她 所以佛在世的時候 佛對所有四種性的人 都非常的平等 這就是釋迦摩地佛偉大的地方 真正眾生是平等 以此類推 注意聽 佛教也不可以傾視不同的族群 跟不同的團體 在全世界裡面 有些有吃素的團體 有些是不吃素的團體 有些有不同宗教 不同信仰 不同行為 不同專業的團體 你都不要傾視她 甚至佛教徒也不可以看清 基督教跟天主教 為什麼 因為 這一世她做基督教天主教 可是來世 若她聽到佛法的時候 搞不好她修行就比你先成佛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佛性 佛陀在世的時候 佛陀的很多的十大弟子 有一半的呢 都是外道婆羅門 而跟佛出家的 了解嗎 所以希望大家 聽聞佛法 你對人真的要有平等性 不要去侵蝕任何的人 對不對 誰先成佛 是不知道的 或者你最討厭的那個人 或最瞧不起他的人 或是你故意在公司欺負他的人 有一天他一成佛 哎呀糟糕了 我過去呢 就是專門欺負他 那你不是很丟臉嗎 是不是 所以 眾生是平等的 這是佛教偉大的地方 所以佛教一直能夠影響 全世界幾千年 佛教第一條就是不殺生 要救度眾生 所以佛教從來沒有宗教戰爭的 好 請看下面經文 種種功德 多聞永見 功巧技藝 就是說 這個作為有德的國王 他運用佛法 然後會多四種性的人呢 都會做種種的善巧功德 讓他發揮他的專長 而且教每一個人都多聞 而且勇敢跟健康 所以每一個人都懂不同的 世間的功巧技藝 接下來再看 物二廣施財物珍寶 若諸眾生富有功德 假如這個眾生是有善根 又有功德 有福田的人呢 就會用各種善巧方便的智慧 好 那讚嘆他 而且鼓勵他幫助更多的人 請看幻燈片 為什麼這些眾生物二可以廣施財物珍寶呢 第一個 他本身很有福報 種種福德而自莊嚴 你也可以看到 在住在新加坡 每個人的福報也不一樣 有人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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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是不是對新加坡真的很熟 這個都好地方啊 當然要住聖陶沙旁邊是更有福報的 但是你有發現也有人住在哪裡 China town Book is the junction 有人住在 Woodland 已經快要出境的地方 破破舊舊的房子 每個人的福報不一樣啊 其實你主要是觀察 你左右靈舍或朋友裡面 有福報的人 他都很有不思的心 幫助別人的心 當然幫助別人跟不思的心 不一定只是財物 他的心量都很大 他都很能捨 看到人都會幫助別人 看到人都給他機會 你看這個人福報就很大 你看那個人相貌呢 沒什麼福報的 就是東東計較的 這裡計較的 這裡計較的 聽說新加坡買箱呢 還要撿最便宜的 買箱是看你的福報嘛 當然我沒有說要花很多錢 可是呢 你不要斤斤計較 買箱是你廣修福德的最大的功德 所以我要講說 他能夠廣施財物珍寶 事實上是什麼 他多生多節 能夠布施鼓勵別人 還有幫助別人的福報 所以他非常的莊嚴 他的相貌也很莊嚴 但是注意聽 有福報的人如果不修 他的福報也會用光的 就像你呢 錢存在DBS的bank 在新加坡 大家都存DBS 對不對 對啊 那你呢 你雖然很有錢 可是呢 也很吝嗇 那你也不會有福報 所以你要精盡勇猛 堅固不退 好 待會我會講個故事 齒差地立王 冠頂大王 隨比眾生所需要的 他都會布施各種金銀珍寶財物 包含財產 古物 田財 或是呢 人需要奴卑 奴卑照顧 比如說老人家 他需要用人或看護 哪些要仆人 那真正有福報的人呢 都會很滿眾生的願 好 在這裡我先講一個 我下次本來 part 4 part 4 part 4 在顯密圓融觀音法門 要講的故事 我現在移到這裡講 因為我講一經編好 先講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的功德也是這樣 有一天 觀世音菩薩用神通力入定 他看到一上天上的天人 叫貧窮天子 很奇怪喔 投胎上天上應該是很有福報的 對不對 他有福報作為天子 可是啊 他是貧窮天子 這時候呢 觀世音菩薩就入定 就看這個人 這個人他過去拜過我 觀世音菩薩 他非常喜歡莊嚴 而且有福報的人 觀世音菩薩想 很好 今天我度他的機會到了 他就變一個很莊嚴的老人 身上呢 就很慈祥 但是一個老人家 就去到天上去 突然呢 就敲他的門 喀喀喀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他說你是誰啊 他說我是你一個老朋友啊 奇怪 我在天上怎麼會有老朋友嗎 他打開門來 他說你是誰啊 他說我是一個老人 聽說你的心很好 我來跟你畫圓的好嗎 他說畫什麼圓 我自己都快餓死了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得吃啊 我怎麼能要畫圓給你呢 他說不 我今天是個老人家 你比我年輕嘛 對不對 你一定要給我一樣東西 一定要給我 我今天才走 他說走走走走 你這個老人家很奇怪啊 你沒有聽過嗎 我就叫貧窮天子嘛 我就叫很貧窮啊 然後他說不會吧 你竟然做天人一次有福報的 不然呢 你進去看看 你家裡今天有什麼東西 要布施給我好嗎 什麼東西都可以 你一定要給我東西 我才能走 他後來拗不過這個老人家 這樣講講講講 他就一進去自己的廚房啊 一打開 哇 所有的房間 都是金銀珠寶啊 然後就變成了 有食物啊 有水果啊 都非常好吃 他想奇怪 我平常家裡倉庫是空空的 怎麼今天一老人家一出現啊 我家裡什麼都有欸 他想這個人一定不是普通人 他還是有善根的 他就請這個老人來 他說緊緊緊緊 你剛剛說沒有 我不要布施給你 你很抱歉很抱歉 今天呢 無償到了 我家裡什麼東西都有 來來來 老人家請進 請進 然後就給他很好的水果 飲料 美酒 就請他吃 然後他就問他 你從哪裡來啊 他說我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 他說我認識你嗎 他說我記得你 但是你忘記我了 他說欸奇怪 這個老人講話是很有玄機的 他說 那到底今天是怎麼回事 你告訴我好嗎 那他就問他 你要聽正話嗎 他說我要聽 我要聽啊 他說你啊 就是生生世世 鐵公雞一毛不拔 很吝嗇啊 你過去呢 曾經在人間 布施佛塔 所以因為布施佛塔的功德 你升到了天上 可是你的習性啊 還是很吝嗇 就是斤斤計較 你都不肯布施 所以你今天變成貧窮的果報 我就是你過去供的觀世音菩薩 你曾經有一事呢 在很可憐很可憐的時候呢 就突然拿了一朵花 觀世音菩薩我供養你吧 你就走了 所以以此善緣我今天來度你 而你就是生生世世沒有福報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跟你化圓 而且我剛才跟你講 你雖然覺得你很貧窮 可是你任何一個東西 如果不給我的話 我絕對不走 其實我就是故意的 那至於呢 你看到房間裡 突然有這麼多的美食 金銀珠寶 是我神通力加持你的 你要懺悔 你生生是苦 就是因在你太吝嗇了 你不肯發心幫助眾生 所以我今天來度你 他一講完話搖身一變 大悲困神音菩薩 就現前了 這在大乘莊揚寶王金的故事 你們有福報 我先講 下次我講會更精彩 這次也很精彩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 所以從這個故事裡可以看到 佛菩薩都會可以看到你 過去 現在跟未來 所以下次拜佛跟 拜觀世音菩薩的 恭敬一點 不要這樣看頭看尾的 他你過去 現在 未來 他都知道 你做好事 壞事 其實他都知道的 但是你真心求佛菩薩 佛菩薩會滿你的願 但為什麼這個故事裡 觀世音菩薩 就要跟他化圓呢 就是他要捨棄他 吝啬 跟斤斤計較的這個心 讓他布施 所以觀世音菩薩讓他種福田 所以他家裡所有的珍寶 就現前了 所以各位 我們看到別人有福報 我們要隨喜功德 要讚嘆人家 我常說 雖然佛教徒我們都要發心 可是你看看很多基督教 天主教很多的歌星 很多的慈善演唱會 他一布施都是好幾百萬的美金啊 雖然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他還是按照因緣果報去種這個因 甚至我雖然是佛教徒 我很讚嘆基督教的聯合國 對不對 的紅十字會 或是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 你知道嗎 他一年救了八百萬全世界苦難的眾神啊 所以各位老菩薩 uncle auntie 少買幾個皮包吧 少買幾個鞋子 真正要確定那個錢 不會被吃掉 而你捐出去 你常常盡心盡力做 從一塊 兩塊 到十塊 到五塊 最重要是你的心 你肯做 你就會有福報 對不對 很多人都會擔心說 我晚年可能餓死 其實 這表示你對佛法還沒有信心 你真正不思的人 絕對不會餓死的 佛講不思得才師法師 無謂師的果報 問題呢 你就是很吝嗇 就不肯不思嘛 不思並不是說 叫你很多錢給師父 我沒這個意思 我是告訴你 這個故事 觀世音菩薩 親自為一個貧窮天子 而讓他種這個善緣 了解嗎 好 接下來再看下面 再給我講個段落 我就會講地藏菩薩 日本的嚴命地藏 請看悟三 慈心備家體恤 若諸眾生 得意輕微 工業少薄 有些眾生啊 他就是沒有什麼才華 也沒什麼功德 一生也沒有做什麼善事 也沒有做什麼惡事 這時候啊 這個差地利的灌頂大王啊 當了國王或文物百官 對於所有一切眾生的情形啊 他要為家正序 就特別的關愛他 所以標題叫慈心備家體恤 序就是體諒的意思 你對於貧窮的人 不要欺負他 對你家的用人 也不要欺負他 你是個佛教徒嘛 怎麼可以欺負他們 傷害他們呢 對你的員工 甚至呢 比你差的人 比你不懂的人 你都要有慈悲心對他 為什麼呢 請看下面 悟四 有些眾生失正念 而且惡行多 這些眾生呢 就是多生多節 功德比較少 在佛門又不肯精進 懈怠懶惰 又不聽聞佛法 就算聽聞佛法 轉個頭又很容易 忘失正念 人與人呢 相真名奪利的時候 他都是以利害優先 所以他也沒有慈悲心 你看狗 黑的狗跟白的狗 在吵架 會咬的時候 狗咬狗一嘴毛 有些狗就是很殘忍的 同樣人也是這樣 對不對 有些人故意放高利貸啊 用老闆的架式欺負人家 讓人家走投無路啊 或是恐嚇別人啊 你不這麼做 我就跳樓傷害你啊 這些都是失去慈悲心的 那這些眾生都不知道報恩 在今生會很苦 到來生投胎的時候呢 他不見到地獄惡鬼畜生三惡道啊 他是不會生起恐怖心的 可是當他看到地獄惡鬼畜生三惡道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就好像掉到裡面呢 莫居尼家 就是家呢 好像掉在屋裡裡一半 因為呢 他造了很多很多的惡業 要從屋裡裡面爬起來也不容易 好 接下來 福德教化 悟悟 好的轉輪聖王 或學佛的這個國王 就會有各種體罰 看悟悟 常現各種懲罰 此差地利灌頂大王 隨彼所要求的 但他做得好 會給他鼓勵 做得不好 也會給他處罰 對 所以聽說新加坡還有邊形 對不對 酷 我們台灣是沒有的 不過我覺得有些眾生是需要這樣 我當過老師 各位是不是多說幾句 我以前在台北101旁邊光復國小當老師 我們那時候當老師其實很辛苦 為了都是文武百官 王公貴族的弟子 很難教的 當然我們佛教裡面講愛的教育 沒有錯 我同意 但愛要有智慧 愛要有方法 當然在教育界裡面講不可以體罰 因為有些老師失去了 打小朋友的耳光 變腦震盪 或打小朋友的身體 變受傷 這是不好的 可是我覺得 有些眾生真的是不打不成器 所以當時我記得我當老師的時候 我教55個小孩 很多 最後一個小朋友都說 老師我抗議 為什麼我每次都坐在垃圾桶旁邊 我說因為你長得最高最張顏 掌聲鼓勵一下 他說好吧 那我就坐下來 對對 那我教學的第一天 我就發一個問卷調查給所有的家長 你認為愛的教育定義是什麼 請你打勾 最後一條問你 假如你的孩子很不乖 傷害了自己有傷害別人 你接受體罰嗎 體罰的請打勾請簽名 我就這樣做 所以其實我有三四個小朋友 我是真的把他打乖的 得他爸爸媽媽同意 我不會把他打受傷 而且我會告訴他爸爸媽媽細節 我為什麼要打他 可是有些眾生真的是很見骨頭 真的就該打 尤其是從三二道來投胎的 有些眾生 佛友也跟我講 師父我要對家人慈悲慈悲 其實你就是太爛慈悲 所以你兒子吃定你了 你給他錢很好 你一直給一直給 給過頭啦 他就去賭博啊 做壞事啊 慈悲心覺要有條件 所以佛菩薩教化眾生 我在敬明佛學社說 觀世音菩薩獻莊嚴的下 其實觀音菩薩也獻憤怒下 但是觀音菩薩絕對不會讓你破戒 造惡業讓你去墮地獄受苦 但是你的業啊 該要懲罰的時候 還是會懲罰的 所以這一段裡面講 隨筆所應 要種種替罰 或是體罰 這個字念替或念體都可以 請看 或有人呢苦口婆心勸他 或喝責他 或有些人呢 就減少他一些 真銀真寶的資材享受 假如你兒子實在太不像樣的話 那就把給他的押稅錢 給拿回來一點吧 你要教他 不要寵壞他 你看 或有奪他的受用 就是取消他的享受 比如說本來呢 他考試很好 結果呢 要給他買獎學金的 或買巧克力的 現在就把巧克力給沒收 或奪受用 如意產財 或有些呢 甚至呢 觀音菩薩跟地藏菩薩 也會用鞭打的方式呢 來 提罰他 為什麼 會把他關在監牢裡 那你會說 佛菩薩怎麼沒有悲心 有 他就是大慈大悲 因為他如果不打你 或不給你懲罰的話 你將來會傷害更多眾生 你躲到地獄受苦的時候 你是永遠出不來的 在這裡注意聽 在《華言經善財童子五十三餐》裡面 有一個 甘露火王 甘露火王 善財童子去參訪他的時候 就看到很奇怪喔 這個涉淨土啊 全部都是刀山 劍樹跟油鍋 很多的眾生都在油鍋裡 他很奇怪 這到底是魔還是佛啊 這時候他就念佛念法念生 這時候虛空當中的 文出實力菩薩就告訴他 善財 善財 凡所有相都是假 這個是善知識 你不要怕 往前走 那問他以後 他就問甘露火王 你為什麼是這樣子度眾生呢 他說有些眾生就是很殘忍 就是身性很剛強難化 動不動呢就是傷害眾生 他說那為什麼你看到你的淨土 人家的佛菩薩淨土都很清淨莊嚴的 為什麼你的淨土都是刀山劍樹油鍋呢 他說善財啊 你看油鍋裡面的那些人啊 其實都是我變的 不是真正的眾生 是我變的 我就是變了讓你看 你假如傷害眾生 墮地獄 就會在油鍋裡受苦 我是用這種反方向的方法 來救度眾生的 這是在華顏景裡面 很精彩 同樣在這一段也是這樣 你會想觀音跟地藏菩薩 也會適度給你懲罰的 為什麼 因為有些眾生 假如他不懲罰你的話 他會傷害更多眾生 比如說像德國的希特勒 就是呢很不幸的 傷害了很多很多的人 這些佛菩薩要對峙這樣子 很剛強難化的話 他會用特殊的方法的 接下來或斬斷他的手指 四肢或斬斷他的身手 如是無量無邊的善巧方便 就是要懲罰他 為什麼呢 就是要控制他的 貪嗔師的惡心 不要傷害自己 也不要傷害眾生 接下來再看 第三十一頁 物六 國土恒征安樂 我快講完 善男子 如是岔地立種 灌頂大王 成就第三種王輪 由此輪固 可以讓國土非常的安樂 因為一切的人民 不管學佛沒有學佛 都會按照五戒十善去修行 慢慢能夠降伏一切呢 怨敵跟惡友 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分辨 正邪真假跟善惡的能力 每一個人都能夠保護自己的生命 然後依五戒十善去修持 所以他的福德壽命就會慢慢增長 到這裡丁一講完 明天從丁二開始 所以 請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預告一下 明天我還是開始講 保持長壽的方法 好 請看 上一次 Part1講座的時候 有一個蓮友寫了一張紙條 問我說師父請問為什麼日本人會供 嚴命地藏菩薩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事實上也有一部經叫 佛說嚴命地藏菩薩經 本來在大陣仗裡面並沒有存 可是由中國的東密叫 不空三藏翻譯的 後來傳到日本 現在這個經文呢 因為科技很方便 所以這個經文又可以傳到中國 師父手上有一份 我也留了一份給正秘書長 請他交給美音 需要的人請去印 你需要才印 你不需要你就算了 知道嗎 這裡面呢只有三頁 那他說明嚴命地藏菩薩的所有功德 這是偉大的不空三藏翻譯的 我挑裡面的重點檢 明天我才會從生理 心理 再跟修行上 身心靈 告訴你人怎麼樣嚴長壽 我們前幾天講十二因緣 講愛取有 接下來就是生跟老死 其實每一個人都怕死 壽命其實是你的福報 比方說你過去是無量節修到現在 假如你的壽命只要活到八十歲 其實八十歲那天就會走 除非你做很大很大的功德 你才會嚴壽 比如說中國拜梁黃寶燦 透過很多很多人一起 深重修持的功德力 你可以轉你的業力 那你的壽命會延長 可是假如你的生活行為 生活跟行為 違反五戒十善 你雖然可以活到八十歲 可是平常你的嘴巴很毒 心很刻薄 動不動就恐嚇別人 然後動不動傷害眾生 你的壽命也會減短 所以業它是會變的 現在講嚴命地藏菩薩 其實不是只有嚴命地藏 請看萬燈片 其實也有嚴命普賢菩薩 也有嚴命觀世音菩薩 也就是說眾生 他在修行當中所求如願 求求求到最後有一個 就是他在人間他很想修行 可是突然老了 他還沒有正果 他對自己修行也沒有一定的功夫 他希望再多一點點壽命繼續修行 這時候他就可以求嚴命地藏菩薩 也會滿你的願 不然你想老的時候 活這麼久做什麼呢 人都會怕死沒有錯 對不對 舉個例子我再講一遍 我有一個德國的聯友 他的媽媽九十幾歲 上一次他往生之前也是很苦 突然打國籍電話來 我們也幫他點燈 送普賢席願禮拜大悲傷 回一下 結果他夢到觀世音菩薩 竟然給他一個藥丸 他非常的高興 因為他是從一貫道轉為佛教徒的 所以他對正信的佛法現在非常精進 但是我給他的開示裡面說了一句話 注意聽 人活的這麼長做什麼呢 你雖然相信你的媽媽 你希望你媽媽留下來 可是你媽媽如果留下來 他不繼續修行 不繼續修持 其實越老也是越苦啊 但是他媽媽很有善根 因為他媽媽從小就拜地址 觀音菩薩 他雖然是一貫道的 可是他媽媽昼夜都念觀世音菩薩 而且呢 他媽媽也做了很多善事 也做了很多布施功德 所以第一次我們全部幫他回下 結果他活下來了 可是過了半年跟一年以後呢 前一陣子走了 可是走的時候很安詳 全家是一貫道的人 卻能夠接受佛教的方式 所以他說他媽媽笑的呢 睡著就走了 雖然走是很悲傷 可是人早走跟晚走都要走嘛 所以請問各位老菩薩 假如師父也祝你啊 浮如東海 瘦彼南山 萬歲萬歲萬萬歲 好 然後呢 你活這麼老做什麼呢 真的修行嗎 不是看管阿姨 記得你講的話啊 所以啊 人活下來的目的是 是繼續要羞恥 那在所有的障礙裡面 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就是你修行 還沒有一個結果的時候 突然生病得了癌症 生命中斷了 你要重新投胎了 重新投胎 從小孩子 你要從頭開始學啊 不論在家出家 所以在這個關鍵裡面 你可以求觀音 也可以求地藏 所以這就是 嚴命地藏菩薩的來由 好 我先給各位看 換燈片 讓你開心做一下廣告 明天你才會來聽經 好 請看 日本有一個瑞岩寺 在1863年 西元1863年 就見了叫做 嚴命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在台灣跟東南亞 也非常興盛 但是在日本跟韓 韓國特別興盛 尤其是日本 你看 它雕像 這是用石頭雕的 地藏王菩薩 地藏菩薩 它蓋了一個像中國 大雄寶殿的樣子 然後供地藏菩薩 專門供地藏菩薩 所以你有機會去日本 東京 京都 然後呢 可以 太大聲是嗎 有回音是嗎 OK Sorry 對不起 我講得太激動了 我想趕快把它結束 然後老菩薩已經是 恩 恩 恩 這樣 好 給我幾分鐘 五分鐘 謝謝各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它就會供一個專門 一個的寺廟 中間供地藏菩薩 就是嚴命地藏 大部分日本的佛像 都是石雕的 好 再看 右手邊 這就是日本 大雄古 嚴命地藏尊的略緣起 就是說明為什麼供地藏菩薩 供地藏菩薩的功德如何 其實我們中國人都求 觀世音菩薩叫送子觀音 在日本跟韓國也拜觀世音菩薩 更有趣的呢 日本人呢 送孩子呢 是拜這個送子地藏 那今天介紹的叫嚴命地藏 好 你看 那它靠近一點呢 你就可以看到日本人很可愛 他都會為地藏菩薩穿紅色的衣服 然後戴一個帽子 待會大家會看到 這是他的文化 那地藏菩薩 各位讀著地藏經 有山神 地神 水神 樹神 所以日本是有神道教的神色思想 所以日本人本身他有他的民間宗教 所以因為地藏菩薩有很多的功德 日本人認為地藏菩薩是六道教的 道眾生都能渡 所以山跟水跟樹旁邊 都會供地藏菩薩 看這個神泉之當 就是一個溫泉 溫泉希望它能夠 水是很重要嘛 水從哪裡來 從大地湧現出來 所以它左手邊 就供一個石雕的地藏菩薩 所以你念地藏經 山神 水神 樹神 天神 天龍八部 其實它都是由地藏菩薩統籌的 接下來看 地藏王 非常莊嚴 我們看到的地藏菩薩的左腳 也就是右手邊 它踩著蓮花 右手邊著自在像 當然它也有拿錫葬跟摩尼珠 那它獻的就是比丘像 非常莊嚴 它的耳朵非常的飽滿 所以地藏菩薩在日本很多的寺廟 一進山門口 或在樹林底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家人 或是你要一樣 跟我們華人一樣 他會買香花燈果竹 你看 買花去供養地藏菩薩 很奇怪 他們幫地藏菩薩綁一個圍兜兜 這是他們的文化 這是他們的文化 地藏菩薩這是拿手說法印 失無未印 左手他拿著摩尼珠 待會我會介紹它旁邊有供水 也有嚴命地藏水 就好像我們這樣的大杯水 看這裡 奉獻 就是說它嚴命地藏旁邊 就會用石頭雕的一個 然後你要供大杯水 一樣 然後你去拜地藏菩薩 念地藏菩薩的聖號 或是咒語 然後這個水你就可以拿回家喝 而且聽說也很有靈驗 所以日本人對於觀音菩薩 跟地藏菩薩呢 尤其是地藏菩薩的信仰 比我們東南亞還要廣的 接下來地藏菩薩 既然可以度六道眾生 地藏菩薩不是我們一般想像的 只有幽冥界眾生 像華人都把地藏菩薩當成 幽冥教主 其實我這個覺得這個詞不太好 幽冥教主是專門抓鬼的 請問幽冥教主從哪來 是講地藏菩薩六道眾生都度 他可憐到你的家人度三二道 他都可以把他從三二道裡度出來 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人會 因為華人會依自己的文化去解釋 甚至我剛開始來新加坡的時候 很多很多人問我說 師父聽說晚上不能念地藏經 誰說的 誰說家裡不能供地藏菩薩 誰說的 都是你們自己講的 都是亂亂講亂亂聽的 地藏菩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 在家可以供觀音菩薩 也可以供地藏菩薩 誰說不可以呢 你以為地藏菩薩只有抓鬼嗎 他更要度人的 所以 因此在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跟第二次世界大戰 死掉的這個 阿兵哥 軍人 他就會建一個墳墓 然後供地藏菩薩 所以這個呢 這個石雕裡面叫做 玉陵衛士 就是日本人的所有的軍隊過世的 希望地藏菩薩可以加持他 而遠離三惡道的痛苦 接下來再看 另外一個寺廟 嚴命地藏 所以日本人呢 保留中國禪宗跟大乘佛法的風格 所以一去年的時候 日本人很重視庭院 所以一進門口 在售票的旁邊 就有一個同雕的地藏王菩薩 就是嚴命地藏 接下來看他的側面 非常的莊嚴 對不對 他坐在 手捧摩尼寶珠 他坐的寶座像蓮花也像流水 所以 其實日本人保留了很多中國的大乘佛法 韓國也有 接下來你看 木雕的嚴命地藏 這個是在 日本人也很喜歡櫻花 叫Sakura 對不對 大家都會去看櫻花祭 或是指楓葉祭 在楓葉或是櫻花呢 非常興盛的時候 站在外面呢 石雕或木雕的 嚴命地藏王菩薩 那這一尊看起來就很像 觀世音菩薩 事實上他是 嚴命地藏 也就是說 地藏菩薩也跟觀音菩薩一樣 可以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現合身而未說法 再看 日本北海道 天氣冷的地方會下雪 對不對 那下雪 挺好 下雪的時候呢 大家就很多不方便 下雪當中容易滑倒 所以你看 左下角就供一個嚴命地藏 所以當你念地藏經講 山神 土神 地神 水神 火神 樹神 其實他都跟地藏菩薩有緣 所以日本人就會供地藏菩薩 就有點像我們民間宗教會供土地公跟土地婆 對不對 在我們台灣如果你來參觀的話 就可以看到他會供城皇爺 那在新加坡供什麼 大北公 一樣的一樣 民間宗教信仰 事實上 地藏菩薩是菩薩摩荷薩 他不是土地公土地婆 他的功德力呢 是可以度你成佛的 好 再看下面另外一個 就是很大尊的另外一個寺廟 一進去 很奇怪 地藏菩薩又戴一個圍兜兜 又戴一個紅色的帽子 很有趣 這是日本的文化 好 接下來 那日本人有沒有修嚴命地藏法門呢 有 念這個不空和尚的佛説 嚴命地藏菩薩經 或念地藏菩薩的聖號 或念念地藏菩薩的咒語 特別注意這張照片裡 師父 日本的出家師父 會戴所有的人穿的衣服 有點像出家人 大家都戴斗笠 上面呢寫地藏王菩薩種子字 然後每一個人戴一個 所謂的好像一個牌子一樣 那大家又念地藏菩薩的聖號 有時候是在寺廟裡禪修 有時候他們也會出去脫波 也會做一些慈善事業 最後呢就在大殿裡做總回像 所以日本人還有很多人 修嚴命地藏菩薩的法門 最後這是現代版的嚴命地藏 看到了嗎 好 cute 當佛教興盛的時候呢 走到任何一個國家 佛教難免都會變商業化跟世俗化 就像日本你現在去的感覺 就會像一個博物館一樣 對不對 就像新加坡的雙林寺 就會有gift shop 然後呢大家會介紹來呀來呀 你希望嚴命 請你買一個可愛的嚴命地藏 這是現代版的嚴命地藏 好 今天講經講到這裡 明天會繼續講經文 從三十一頁第五行 丁二 善知機智 佛倫成就 我講一個段落 接下來就會講 保持長壽的方法 好 今天講經就講到這裡 好 按照昨天所教的 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 鼠息 第二個 關息 第三個 關照 背挺直 身體請放鬆 現在我先敲目語 敲的時候呢 你先從一數到十 十數到一 你就繼續數 接下來呢 我會敲一聲引慶 就代表關息 就看著 呼吸的出跟入 第三個 我會敲兩聲引慶 就看你 看著自己的念頭 眼睛不要全閉 好 現在開始 讓媽媽拿個心內 數的時候 慢慢的數 從一數到十 不要擠 不要擠 好 先放胸 坐 坐 走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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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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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看你的念头 关系 注意呼吸的出与入 注意在鼻尖的地方 人中的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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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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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咱们 接下来 佛 感谢观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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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